善财同志的参学为什么能成就 他有智慧 有能力辨别 而且他自己一尽方向目标都准求了 他死心塌地 修念佛法门 求生极乐世界 怎么知道呢 你看他参访的人 文殊菩萨第一个给他介绍的 吉祥云比丘 这个比丘是修什么 修波诸三昧 波诸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 以九十天为一期 九十天当中不能睡觉 不能坐下来 可以站住 可以走动 所以叫佛烈三昧 不容易修啊 九十天不能睡觉啊 真很辛苦啊 修这个法门 要年轻 要有体力 真能熬得过去 一心专注念佛 求佛力加持 真真教修苦行啊 在哪里修行啊 在山顶上 表 这个法是最高的法门 取这个意思啊 山财同志到他那里参访 他接见了 啊 山财教他 二十一种念佛法门 二十一 不是数字 是密宗的表法 啊 表什么呢 表 无量无边 一切祝福 所修学的 法门 一个不漏 二十一代表 圆满法门 啊 无量无边法门 通通归一句 阿弥陀佛 啊 所以我们知道 山财同志在这个地方 决定了他一身修学的 方向跟法门 决定了 王后的参许 那是尽量 成就后的志 不影响他自己修学 啊 对于一切法门 恭敬礼拜 啊 最后怎么样呢 念得历词 念得是感恩 啊 礼拜 辞别 走了 走一顺 不修这个法门 啊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都懂 但门门不修 专修 建筑 那到最后 我们就看一头 头 先入为主 最后呢 第五十三参 普贤菩萨 舍大愿望 道贵极乐 就看一头 这一项 彻时彻终啊 他就是念佛 修圣建筑 啊 为什么 文殊菩萨 往生建筑 对 普贤菩萨 也是往生建筑 对 啊 文殊得以门生 传法之人 要不修建筑 修别的法门 那不就奇怪了吗 跟老师觉得不一样 看见要会看了 要看出这个门道啊 不至于到处都修啊 什么都修 什么都修 你就乱了 你搞成大杂烩了 最后什么都不是 啊 样样通 样样不通 最后变成这样 那所以 善财 访问 多听 光学道文 啊 自己真正用功 就是一句佛号 念到底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亲近阿弥陀佛 这他永恒不变 啊 我相信 净土啊 是从这来的 啊 多少人 劝我修净土 啊 在台湾 参云法师 啊 我学教的老师 黎宾南老师 都劝我 我都没有接受 啊 杜华阴京 看到文书 看到山菜童子 五十山菜 或者火热大 啊 给我很大的震撼 啊 然后才知道感恩 啊 对参云法师的劝导 啊 李老师的劝导 没有接受 啊 那是自己预知 自己公告我们 自以为是 啊 所以我是从 任意 法华 华野 认识 没有这些 大惊大乱 对 净土的 疑虑 不能够 消除 那真正障碍 啊 这个等于消除之后 我学 比别人 学的快 比别人 学的 扎实 啊 学的 眼很重要 怎样才能看清楚 看明白 就像 词 词